大家好,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道小点,叫苏炸藕盒 这道菜呢,是小时候爸爸妈妈经常在盛请宾客啊,还有自己的亲戚啊,逢宁过节的时候很喜欢做的一道小点 那制作方法非常的简单,我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制作过程 希望大家有机会的时候也可以尝试一下 我们要准备的食材有猪脚肉,莲藕,青葱和姜 现在将莲藕均匀切片,备用 莲藕的厚度 准备就绪 并且将姜末葱末都切好备用 开始准备肉馅 将猪脚肉放入一个小盆里面 放入一茶匙的盐 将葱末倒入 按照同一个方向搅拌 加入两茶匙的生抽 一茶匙的白胡椒粉 继续按照同一个方向 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打入一个鸡蛋 让肉质更加的顺滑 粘稠在一起 我们现在开始准备面糊的材料 一碗面粉 1.5茶匙的白胡椒 1.5茶匙的盐 一个鸡蛋 首先将白胡椒粉和盐 分别倒入到面粉当中 搅拌一下 加入三四分之三的碗的水 以及一个鸡蛋 开始搅拌均匀 有滋有味的面糊 基本上成型 另外准备半碗的生面粉备用 第三步制作藕盒 将适量的调好的肉馅 用筷子适度的按压在一个棉藕片上方 调整完成 将另外一片棉藕 按压在刚刚的肉馅上 变成一个棉藕三明治 放在一边 两种顺畢的材料 来说 带来说 为了一个棉藕 包括画片 积适度的材料 支持 不是 可以 我 可以 要 轻 一 第四步可以准备将藕和上面糊入油锅当中开始煎炸 面糊是这样的一个粘稠状 待油温升高的时候可以开始准备将藕和上面糊 先过一下生面粉 再进入到湿的面糊当中 将正反面非常均匀的都拥有湿的面糊 放入锅中 这里有一个小的技巧 就是刚开始的油温可以高一点 那等将所有的藕和全部放入锅中之后 5-6秒钟的时候 我们再把火调成中小火即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两面煎至金黄色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准备出锅了 我们在制作这个偶合的过程当中有三点 我们都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搅拌肉馅的时候 都是按照同一个方向 比如说同一个顺时针或者是同一个逆时针来搅拌 这样让肉质可以更加的紧实 更加的顺滑 第二个就是我们做面糊的时候 要放好一定的调味 比方说这个1.5茶匙的盐跟白胡椒粉 这样到最后上这个面糊的时候 本身面糊都有味道 第三个就是我们开火来准备煎炸这个偶合的时候 一上来可以先用大一点的火 然后把这个偶合放进去之后5秒钟就可以转成中小火 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面糊比较快的能够凝结在这个偶合上面 这就是今天制作这个苏炸偶合的一些小的tips 希望大家能够用得到